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座这个题目呢 是2021年留学就业的报告解读 是一个2019到202910年的美国就业预测报告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叫manpower 一个组织对2021年的这个就业的一个解读 让大家呢能够对就业呢做好一个准备 好 讲到这个讲座的这个目的 这个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劳工部的十年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趋势的报告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美国的劳工部的每年发表的这个非常重头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么呢再有这个李环老师呢也会讲这个一个叫manpower 他的十年的就业趋势报告 另外一个呢这个李环老师和这个李老师呢会 两位李老师会讲的这个通过几个实际的案例了解学生他的就业能力的这个增加的这个历程 所以这是希望呢大家能带走的 为什么我们关心这件事呢 因为我一直说呢学生呢他是实际上他是有两条腿的 你有学位有知识对吧你有这个顶子有这个名校的加持 学到了这个你的经济学也好 计算机也好这是你的你的本事 但另外一条腿呢 就是说你要能被用上能被人用你才能产生价值 对吧你像这个大陆都是学这个马克思这个经济论的 对吧你有你有这个价值和使用价值 对吧你得能被使用你才能产生这个价值 那么怎么被使用呢这就是一个叫所谓叫employability 就是你被雇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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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叫雇用商也好 叫雇用的就业力对就你要有这个就业力 并不是说呢你有学位就有就业力 呃有的人呢学位很差 但是他就业力很强呃也有相反的 所以呢你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自己的就业力 千万不要呢说哎我读了一串这个学校 都是名校毕业的到最后哎我就找不到工作 没人要我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呃 大家说哎后人为什么关心这个 其实呢后人这两个字啊后叫后生利用 是人呢是人民爱物 这不是宽厚仁慈啊后生利用后其实就是能用的意思 让学生能成为一个能用的人 那这个人呢是你要做对的事情 对吧所以呢我们是很关心学生 他是有这两条腿的 那么呢后人的这个子公司呢 这个职上型赵巴佩呢也一直呢就业于 呃就是这个致力于呢呃 学生的这种就业力的这种呃 呃他的一个指导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件事的原因 好关于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呃一个教业者创 教育者创业者然后呢呃也很了解中美的 这个教育的市场吧那么呢呃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呢后人呢是呃已经在美国 创建十年了那我来美国呢从95年就在美国了 下面两位李老师你们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这是新年呢第一次跟程老师一起跟大家见面啊我是咱们后人同学们的这个职业发展规划老师李欢老师 呃我呢最希望的就是把我自己在国内的在香港的和在美国的这些学习和工作的经验 整合成一套方法论然后跟我们的呃伙伴们一起去帮助和支持大家 然后今天呢我也邀请了呃我们组的呃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位李老师呃请李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嗯大家好啊今天非常高兴到咱们的讲座那我也希望通过一些之前学生的一些案例的分享啊 希望能对咱们同学们开展在美的一个实习以就业的规划提供一些帮助和启发 好的好简单说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后人 那么后人在美国呢有十年了呃有是应该是唯一吧包括中美的这个 国际上机构都有唯一的有两个这个这个陈威认证的一个是ARC一个CSIT 呃那么后人集团下面呢有五个子公司一个呢是后人教育就是做 呃升学啊转学啊学术支持 再有一个呢辅导教育做这个学生的呃 这个课业指导和学生导师因为这两个实际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还有呢是美国旧家庭服务中心 那么呢是这个低龄学生的这个技术家庭 还有呢是直上行 直上行呢是这个呃我们的这个呃就是李欢老师呃负责的这个子公司 就是主要帮助学生的这个就业力的提高 呃然后呢还有呢是这个REDI REDI呢是一个在CMU的支持下来呃教呃 呃K到12学生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呃 呃这里还有没列上呢比如我们还有一个叫后范斯队是专门做学生的导师的这样的一个呃公司 但是这个呢它的比较小众所以呢没有在这列出来 好 那么这个后人呢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方法论呢叫负斯 这个负斯呢就是第一呢是要专注专注于学生 以学生为中心 但是和学校不一样 因为学校它只专于专注于学生的某个阶段 比如你在中学那你中学老师就只专于中学 你上大学以后上研究生他就基本上不是他的责任了 那么呢私人顾问呢是呃和这个是跟学校有区别的 还有就是impact impact是结果 就是说呢不是不能那么佛系 就是说哎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你的哪个能力 我们开始怎么测评 然后后来怎么测评 让他水平能够提高 最后达到目标 你目标呢或者是某一个学科某一种能力 呃这个你呃学校的录取或者公司的录取 或者实习 他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 团队呢就是我们都是多对一的一个团队 呃多个人来服 这个呢就和这种小型的工作室是有所区别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种专业的这样的有结构的支持 这很重要 因为他在很长时间呢 我跟很多家长说呢 我们来帮助学生 其实没有一个这么一个一个魔术的药丸 吃了这个药丸你就立刻就就能上个格大了 立刻怎么样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是长时间的来支持他来引导学生 有一个计划 然后呢来让这个计划 不要让学生犯拖延症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我们能够有根据这个学生情况的变化 根据市场情况变化能有所调整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OK 呃这个讲座之后呢 可以找我的这个付费咨询 这个可以 因为呢我还是认为呢 这个在很多时候呢 这个呃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好多人觉得说 诶问陈老师问题怎么老说 我老说诶这要根据学生情况 他确实就是要根据学生情况 比如比如说这个我看这里就两个在UCSD的 那你这两个学生他可能他就他就不一样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来给你的孩子来分析来规划 那么这个呢是我来我来做的 这可以到时候找李老师来安排就可以 好 下面来进入这个正题 呃讲几个这个预测的报告 这个预测报告呢很重要 呃因为这个美国的劳工部呢 专门有一个叫BLS叫他的劳工数据统计署 呃那么这个统计署呢是专门是做就业的指导和就业的预测 这个包括呢你的什么样的专业 什么样的学历呃可以有什么样的就业的机会 还有呢这个各个行业各个职业 他的新增的就业之机会 他的失去的就业机会 他未来的发展 还有他的这个一般的这种领域的 他的满意度 他的平均的工资 这个呃都是这个BLS这个这个呃 劳工部的这个呃 司吧来呃 他们来处理的 那么呢呃大家知道美国的数据呢都是非常非常公开 透明呃 呃后面有道理的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统计局是不一样的 呃 那么他每年呢会发这个呃就是叫Education Level and Projected Opening 就是呃教育的程度和预测的这个呃工作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么最近的发的呢是在呃2020年的10月份发的是2019到2029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 那这里边他提供了一个未来市场就业的趋势呃呃对呢 在美国的这个学生选择专业规划就业很好 其实呢他对在人就算在中国你想在中国一直来发展 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link呢都有 然后呢呃这边我们那个李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李老师 今天都是李老师 这个李老师呢也呃准备了一个这个大礼包啊 有好多这个下载的这个文件 大家呢可以呃回头来这个索取 好这个报告呢 他主要分呃五类人就根据学历了 一个是没有学历的对吧 就是我连高中都没上完的 再来呢就是有高中毕业证的 还有呢就是大专或者大学一业的呃 然后还有呢就是本科 还有就是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和专业学位 专业学位呢就比如像法学啊 像这个医学这都是专业学位 分这几种 那么这几种呢呃 他的这个呃 分分这个每一种呢 他有一个呃有很详细的这个介绍 那么呢呃有比如说博士博士学位 他的这个如果你有博士学位 那么呢你的这个失业率呢是呃平均来讲呢 有博士学位的人的失业率的是1.1% 那么有专业学位呢是失业率是1.6%呃硕士呢是2% 学士呢2.2%所以他是逐步的是上升的 就是你学位越高呢越不容易失业 然后呢你这个学位越高呢你的这个收入也越高 这是这是呃比较呃常识了 但是他这是有这个数据来支持的 OK呃他这里面五个级别 这个什么呃这个高中啊 什么大专我就不说了 因为来留学的学生都不会再停留在这两个阶段 我就直接讲本科和研究生 但在本科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介绍了有169个职业 就是本科能够从事的职业 这里边的前十名呢包括呃 有这个叫运营主管注册护士 呃软件开发社区就是搞这个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呃还有这个项目管理呃会计和审计 就是所谓去这个四大呀 去这种会计和审计呃 其实四大要的呢很多都是本科 还有是小学教师小学教师除了特殊教育 因为在美国这个特殊教育是一个嗯 呃比较特别的他需要可能更专业的 这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学历 除了这个技术教育之外呃中学教师 那么这前十类呢 占这个160个169个职业当中的这个职位的40% 所以他是很多的 那么在呃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看哦这个可以我给弄大一点 这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呃这十个职业 那么呢这里边这个他们有这个这十年当中每年他呃新开放的这个就业 就是每年新增的这样的就业呃呃这个呃最高的呢这个就是这个运营管理经理呢这个有每年开放有20万个这样的职位 他的工资呢也是最高的 但是他基本上需要你的有五年以上的经验呃呃 然后呢再有呢像这个软件开发呃和这个呃质量呃质量保证这个呃质量检测 那么呢有呃13万一 那么他的工资呢也非常这工资应该是在这里最高的就是学所谓学计算机的 而且他不是他是不需要以前的这个经验的 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具体的这几个这个专业他的这个工资 他的这个呃这个开放的职位 那么大家呢可以呢回头呢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报告报告里面写的呢有更多 好那研究生呢是有36个职业他是需要有研究生的就是他是期待你有研究生的专业呃一个学位 那么呢有63个职业呢是需要有博士或者是专业的学位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博士你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 比如说你当律师当医生你必须要有博士你才能当或者比如大学当教授 这样子那么他前10名呢都有这个律师呃教育顾问呃就是搞教育的 那么呢呃健康专业的这个教师还有护士 这个护士呢在国内呢是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叫Nurse Practitioner Practitioner就是他是介于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这么一个呃一个一个职业呃在国内可能是没有吧这个他不是护士他是可以开药方的 还有呢教育管理就比如说在大学工作这样子在学校里工作还有健康类的这种社工还有大学教师还有理疗师还有语言治疗师 那么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呃这个健康类专业的呢这里边有三个这个健康专业护士理疗师语言治疗师 那么这前十类呢在这次类的这个这一类的职位里呢占46% 那么具体来看一下这里边呢这个呃在这个领域呢最多的呢是这个律师 那么他们挣的也是非常多的了所以他呢是需要有呃法学博士的 那么再有呢就是教育的顾问就是像我们做的这样的这种职业教育顾问 那么呢有每年呢有三万三千个呃职位的开放呃 那么他的需要是有这个硕士的职位那这个呃他的平均的工资呢是在五万七的样子呃 然后呢这个还有呢是呃健康类的教师呃 那么呢有两万六呃 nurse practitioner呢两万四呃 还有教育管理呢有两万呃呃这个呃 社工呢有一万九 然后呢这个呃剩下一万八一万七这些呢呃 所以像你看这个像他的少的这个一万三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呃三分之一了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研究生这一类 好 那下面呢这也列出来呢工资最高的二十个职业可能字比较小我把它给放大一些 呃这个只是工资啊这没有说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位多少 这个第一个这个工资高的呢是精神科医生 然后是妇产妇产科医生 外科医生 牙科修复师呃口腔额面 外科医生就是美容的应该这个整整形美容的 然后牙齿矫正医生麻醉师 所以这里看全是这个这个医学类的呃 只有首席执行官是在这个工资最高的二十个职业之一 剩下这些都是医学类 那么呢呃 在剩下几个在他的排这个前二十里的后六名呢 其实呢是国际学生就可以很多是呃很关注的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这个副驾驶员和飞行工程师 呃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中国的学生来美国学这个航空 呃这个职业呢是非常的金饭碗的 因为他非常难培训 而且呢这个这个签约呢都非常的高 呃这个这个这个工资很高 呃然后再有呢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呃 然后还有是这个建筑和工程管理 呃石油工程师呃 然后是学法的了 呃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工资最高的二十个职业 但这个不一定说他的开放最多啊 这是工资最高的二十业 好那么下面呢有几个这个职业的这个比较 我简单说一下 呃比如说呢学计算机的呃和这个Libro Art 人文就是Libro Art College 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是学 比如学英呃美国语言文学 呃比如学这个像 呃像有的本科呢就是 他就是叫Libro Art 就是这种这样的专业 那么这样专业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计算机呢 他有230个就业的这样的机会 而且工资平均工资呢是8万3 那么Libro Art学人文的呢 他只有73万就是是三分之一了 他的工资呢是5万 然后这里边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他的这个这个 嗯他的需要这个具体的这种里面 他呢这个比如他这个呃领域里面呢 有百分之多少呢是这个半时的 就part time的 所以在计算机领域呢只有8%是part time的 但是在这个人文领域呢有18%是part time 这个所有的领域里的平均呢是15% 所以呢这意思就是说呢 哎你可能你你学这个人文的话呢 你可能即使找找到工作 你可能也找到的这个part time的 比full time的这个机会要比计算机更大 嗯 然后这里边呢是呃有多少呢是必须要有 这个计算机学位的呃必须要有本科学位的 那么计算机这个领域呢 69%是必须有本科学位的 那么在人文这里边呢有49% 可能我想比如说你是个作家 呃那你可能你自己只要能写 你不一定有一个大学的一个什么名校的一个毕业证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 在这个行业里呢有多少人呢有advanced degree就有多少人呢是有这个呃 研究生或者研究生以上的学位这个呢它是有30%是在计算机领域 然后在liber art里面也是30%在呃这两个呢它不太一样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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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领域呢30%呢是哎我的有硕士呢我能挣更多的钱 在很多liber art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因为本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必须不得不读一个硕士 所以这两个呢有点不同 所以我这个不是说学liber art不好 但是我就说呢从就业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大家都去学计算机啊information science啊 呃他叫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就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呃就是因为呢他的这个就业是非常非常多的呃 那么这个呃再有呢这个再比较一下工程和这个教育 因为我是以前是学工的呃那么学工和学教育呢 你看他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呃整体人数差不多的 一个是470万一个是540万 但是呢他的这个工资呢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学工程呢他的这个呃平均工资呢大概是9万美金 一年然后学教育呢是4万7美金 一年呃然后呢他的这个呃呃在学这个呃工程里面呢 你看也是只有8%的人呢是呃8%的学工程的是办事 但学教育呢可能有18%是学教育的 那么呢这里面学工程呢是42%是有这个高级学位的 而学教育呢49%是有高级学位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你找不着工程 你可能就得接着往上来读呃呃 读这个硕士啊甚至读两个硕士这样子 好呃下面商科和社会科学这个 李老师讲一下好吗 嗯好的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商科和社会科学 这个两个两类学科的一个对比啊 左边是这个商科我们讲商科其实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 比如说会计金融啊工商管理啊国际贸易这些 那社会科学呢主要就是比如像政治经济啊法学啊 社会学啊心理啊传播学这一类 那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呃数据很明显的不同啊 我们看第一第一行就employment这个数字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商科就业人数是比社会这个学科是多非常多的 但是他们两个年薪呢其实又是差不多都是六万多美金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他其实啊看到这个商科呢 其实他基本上是啊不太会有这个硕士或者说更高学位的要求 因为只有25%的人呢他是需要有更高学位的 看左边下面那个最后一行是25%啊 但是呢相比较之下我们看右边下面最后一行45% 就说明这个社会科学呢可能学们是需要啊 要追寻一个更高的一个学位 比如说硕士上你才有机会说啊 用更高的学位呢来确保你的工作是更稳定的 或者说能找到工作以及就不会被替换掉 嗯然后这是这两个商科和这个社会学科的两个对比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呢 就商科的这个他的就业机会呢 有这是呃1200万 这个社会科学呢有400万 所以呢这里边呢是差着有三倍 呃这也是一个区别 就是你说就是学商科呢 比学社会科比如学你学这个历史学 那可能就更容易找到工作 或者学社会学更容易找到工作 好的那下面 嗯对然后下面两个专业其实稍微有一点类似啊 就生物和自然环境 但生物它其实主要是研究比如说动植物 分子基因细胞遗传 这些啊研究这个生物的结构和一些活动规律的 那你像自然我们其实也叫环境科学啊 它主要就是研究这种环境生态啊环境保护啊环境监测和治理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可以看到也是差别很大 看左边这个生物专业的这个就业人数是就业是近这个300万人是还是很多的 那对比这个自然资源它就可能快45万人的这个人数 所以说两者的啊就业的形式很不同 而他们的这个薪资呢啊差别不是特别大 就是左边生物是65000右边是5万 这个年薪可能是相差也不多 但是呢啊他们对学位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往下看倒数两行看这个左边倒数第二行有一个69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69%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这个啊从业人员 它是有这个本科级以上学历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本科生 那可能就是你看往下面好像59% 说的是啊你如果想就是就在这个行业里面 59%的人他是拥有着研究生级以上学历的 那你看右边也是51%和这个30% 那所以说学习无论你是学这个生物啊 还是这个自然资源或者说环境科学这些专业呢 啊是需要同学们是要一直去去最好是要去多上学 就多往上升 比如说你本科之后最好是MAS的研究生到最后的博士 那只有你的这个学位够高 你的工作可能会更好找 所以说大概率是要多到这个研究生 或者说博士的啊 这是这两类这个专业的情况 好这两类我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把这两类放到一起呢 就是说啊 其实在本科在初始甚至在到大三的时候 这两科学的这个课程啊是比较相近的 比如说呢你学环境你也得要学化学 你得要学这个基本的这个数学 你学生物呢也是要学这些科学 只不过呢你在大三大四呢 你去专业课就学自然环境 比如说你学这个环境保护 学森林学学这些 但是呢他两个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两个的就业呢是差的非常多 就是一个呢是另一个的这种八倍 对吧一个是四十多万 一个是这个三百万 所以呢在这个我就想跟大家来说的就是你在选专业的时候呢 确实呢也有你的兴趣的这种情况 但很多学生其实他在这个大学的初步呢 他对自己的兴趣呢其实并不了解 他可能呢就是哎我学哪个都行 如果你学哪个都行的情况下呢 你就最好呢是按照这种就业呢 他的预测呢是容易找工作的这种这个领域来找 你就别去学一个哎这就很难找 或者他这个市场是在萎缩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那个嗯我去年前年前年和这个UCRA的他的这个招生的主任 跟他来聊天 他说你知道吗 说我们UCRA这个有120个转学可以转学的专业 但是有80%的学生都申请里边的18个专业 他说你来你来让你学生申请我的其他专业吧 我说你其他专业都有啥呀 他说你可以学森林防火呀 我说我说好你学森林防火 你们加州搞的这个鬼德性 你也没有没有预算 然后你这个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就业的机会 而且这个学的这么专我的学生学了申请防火以后 我我如果在你家都找不到工作 我干什么去啊 但是呢我如果学的是比如学的计算机啊 学的生物啊 那他的这个就业就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当然这是开玩笑了 但是呢这个呢是对学生的一个这个就是选专业的一个指导 那其实呢这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市场的需求 一个呢就是了解自己 自己呢你可以是你做一些实习呀 做一些这种测试啊 做一些这个这个自己的兴趣的一些分析呀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来多了解一下自己 好的 好那下面 嗯好那下面这是该讲下一个报告 manpower这个报告 那李欢老师来讲 好吧 好的谢谢陈老师 刚刚陈老师讲的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咱们同学们在 把自己的教育的计划和以后的工作的选择和就业的计划 要趁早的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它是什么就是未来的这十年最更新的一个平均的就业发展的趋势的问题 那然后很多家长就问了说 OK那我知道了 我我选对了 那我到底在2021年的近期 特别是马上2月3月春招就要来了 那到底现在的就业形势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就想接着陈老师讲的这个整体的趋势呢 再把目光我们再拉回到现在当下 我们来看一看2021年的第一季度 现在的整体的就业形势和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区域的机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好消息就是那比起我们去年突然一下疫情的爆发来说 很多的熔断啊等等等等 那到了现在其实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在我们的预计当中了 特别是疫苗的出现 基本上对美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强行征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大选之后 能够更稳健的去做这么一个所谓的过渡 那之后的形势就会更乐观 所以我呢把最新出炉的大概是两个星期之前 这个Manpower集团Manpower呢它其实是我们开玩笑说 这个是全球人力资源里面的万宝龙 它叫万宝圣华这么一个公司 那它是全球这个前三的人力资源集团 那这个报告呢是他们真的基于全球 在美国的6700个雇主 然后到50个州去做一对一的访问 那么直接去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整体来看的话呢 它是这样问的 就是你们公司在第一阶段 第一季度 你的这个招聘的计划是会增长 还是会减少 还是完全没有变化 那么最后整体的结果发现呢 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 对不起对不起 稍等一下 能听到声音吗 大家还是听不到声音了 怎么有家长说没声音 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听到吗 哪位家长这个写下 因为我没法在这个message上写 能OK好的好的 接着讲 好的好的 太好了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在留言板给我们留言 那然后呢 21%的企业说 我第一季度一定会要增加人手 然后有6%的人说 我要减少人手 68%说基本上跟之前差不多 那所以它就会得出一个净值 那这个是在全美50个州 一个一个去问了 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就是说 全美范围内的净值是会增长17% 所以其实在QE来说的话 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年 那就是说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度过了 陈老师麻烦您 好的 好那然后呢 这里呢 是讲到了在1月份到3月份 不同的行业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情况 刚刚陈老师已经讲了整体的发展的趋势 然后我们再到1到3月的时间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在这个上面数字最大的 我们看最后一栏这个叫做 跟季度的需求去做了一个调配的一个 一个一个数据 那么中间这个所谓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就是娱乐 休闲和这个旅游等等的相关产业 那么预计呢 在第一季度是会有26%的增长 这个我在后面也会讲到 其实跟城市的这个增长也会有 也会有关系 那么这个部分其实也包含了娱乐的产业 包括比如说家庭娱乐和在线的娱乐产业 也在这个部分里面 那当然有疫情 我们这个宅家工作的状态的提升 所带来的很大的机会 那也有我们对疫情逐渐被控制了之后呢 旅游和这个休闲相关产业会紧喷的 这样一个预期 所以说是很乐观的 这个部分其实同学们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不管是Computer Science 还是这个软件工程呢 还有这个商业管理啊 然后运营啊 这些部分其实都会有回手 那然后后面的比方说 有这个制造业 那其实也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学ME或者说EE 甚至到ECE 还有学AI的这些部分的同学都是有好处的 因为真的在2020年基本上 在这个部分美国的招聘啊 它是完全被打断 基本上是终止的 我这个复活节 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想去买个冰箱 然后给我说呢 这个冰箱你要等到1月20几号可以拿 我说这个为什么呀 他说这个整个在美国的生产线都是完全停滞的 没有办法去生产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订单全部都堆积了 但是在2021年疫苗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很好的回升 那所以说相关的跟我们的 我们当然不会是一线的生产工人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制造流水线上面 所有需要我们的高技术的这样的岗位 也就会有回升了 那然后包括像教育服务 还有健康服务 肯定是以后的这个热点 那包括在线教育等等这个部分 金融的服务也有4%的回升 还有信息产业等等 所以说整体上来讲 因为疫情的这个回暖呢 我们会看到在今年的春招 也许可能会是一个小高潮 而且会比去年呢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暖和提升 所以可能大家很快就能够听到和看到有很多新的职位的机会放出来 也可能会我们也可能很快就会听到同学们的很多好消息 好 陈老师麻烦您 OK 那这个报告呢还会有更详细的内容 那我也请李老师专门把它放在了我们的大礼包里头 我们在不同的区域 那美国呢基本上 你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图 美国它的分法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成四大块 第一大块叫东北 第二块就是西部 叫West 然后第三个呢是South 就是南部 第四个呢它是把中部和西部的一个部分放在一起 叫中西部 基本上美国呢你要去分它不是按东南西北 而是按这样的四大块去做一个划分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每一个行业在这个部分的就业发展 有多少的回收 这个里头有非常多的具体的东西 我在这我就不详细的去讲了 那大家拿到了这份报告的时候呢 你们一定也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详细的去看一看 那呃 然后我想 着重讲一下后面的这一页 给给大家来拓宽一下思路 陈老师 OK 对 那这一页呢 它又再往下面去赖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 整个美国这四大块 每一块的发展的机会有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这前一百的大城市 它的这个就业净职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呃 很多的家长给我们留言 然后也问说啊 这个城市发展对我的这个就业城市的选择 有没有关系啊 或者我应该怎么找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很有指导意义 所以我想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 首先从整体的趋势来说 前一百的大城市 全部都是就业需求要增长的 那对于我们这个2021届 不管你要找实习 还是找这个OPT的工作 或者要毕业的同学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那然后我们再来仔细去看一下 这排名前一百的这个大城市 他们这个发展的需求 你看第一个 这个Cape Coral 如果说有听说过这个城市的 家长们请在那个留言板里头 给我举个手 或者跟我说一声 我看看有多少家长知道这个城市 那其实Cape Coral呢 它是佛罗里达的一个特别漂亮的 叫做它那个名字叫珊瑚半岛 那其实它是一个旅游业 然后休闲娱乐产业 还有地产 地产特别好 超级富豪都主打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和健康服务 相关的产业 在他们的预计 就是会有一个报复式的 消费的需求的积压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预计是 首位是基本上会有 接近五成的就业机会的新增 那那是可能好多好多这个家长都没有 同学们都没听说过这这么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往下看 比如说第二个 这个增长有34%的这个El Paso 有听过的吗 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 那其实El Paso是在哪呢 它是 它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南部的边陲城市 它跟墨西哥是这样的 在德州 这个地方地方不大 其实只有大概不到70万人口 但是呢 有70个世界500强的公司 包括波音啊 你能数得出来的这个制造业 或者大的这个IT企业 然后像苹果啊 在这边都有 要么有重要的南部的分布 要么就有重要的生产线 或者说是这个重要的运营放在哪里 很像一个70万的城市 70万人的城市的地方 那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是美国前20的大城市 那大家可能都没有太听说过这个地方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哪怕你是再热门的专业 你不要把你的目光 只是放在我心里知道的这几个城市 而是把你的搜索 或者说寻找机会的这个雷达呀 去放到全美的范围之内 然后真的下功夫去 好好的去 去做一个搜索 然后去做一个定位 其实你会发现 你知道的机会 比实际上存在的机会要多得多 那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们在下面这个第四个看到的 这个Scranton也有三成以上 这个是头四个之一 那Scranton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有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有没有稍微的听说过一下 拜登的老家 对对对对 他是拜登的老家 拜登的故乡 宾州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 一个制造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他其实离哈里斯堡也不是特别的远 那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第一季度也预计在制造业呀 然后在服务业呀 甚至是跟这个公共行政和公共 公共服务相关的这些产业的部分 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那所以说 我希望同学们 特别是如果有同学现在在听的话 给你布置一个功课 你至少去给我把这个里面增长在 前20以上的这些大城市的名字 都给我查一遍 这个地方它到底在哪 它的支柱产业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有增长 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可不可以考虑类似的发展的机会 那还是这个话 机会不会去垂青那些没有准备的 突然我今天想起来 我就在纽约的华尔街 找到了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这是每个人的希望 这是我前两天还跟我儿子开玩笑 我说你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说我的新年愿望就是 天上会下一个馅饼鱼 砸中我所有的学生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像程老师说的 没有secret sauce 没有什么魔术榜 你就是得自己 在能力积累和准备的情况下 在找工作的这个部分 也下足够的功夫 不要流于表面 那去真的把美国的这个产业体系 城市的发展的机会 和我自己的行业的匹配 去把它真的做到位 功课做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机会 路也豁然开朗了 这样子 好吧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个一个去过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和家长们 拿到了这份报告之后呢 就好好的再去做一做功课 我相信你们会有很多的收获 对 关于地区呢 这边呢 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美国的就业呢 和中国的就业呢 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呢 比如说你就是北上广深 对吧 你如果是高学历 这种高才能的人 就基本上就这几个城市 你说这些人 他要去石家庄啊 去个什么铁岭啊 他可能不太会 会有这个发展的这种空间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比如刚才像 李老师说的这个德州 这个El Paso 他在这里边 他是有 因为美国的这个宇航局的总部 是在这个 这个休斯顿的 那么呢 他的这个在美国呢 他的这种城市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 这个发展的 而且呢 很多的这些 这个所谓是这种 美国的什么500强啊 世界500强啊 他是在 在分布的 这些公司呢 并不都是说 只在芝加哥 只在纽约 只在洛杉矶 比如说我像 皮子宝 像世界500强的 这个公司总部 可能就有七家吧 那么别的这个 奥行啊 什么什么 这些 这些都有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就是你呢 这个要了解 这个美国的 这样的情况 来规划 而不能说呢 就想当然 在中国呢 我去北上广 所以在美国呢 我也就只去纽约 和只去LA 这个是不太 他的这个不太一样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单子里面呢 其实超大型城市呢 那可能只有 像芝加哥呀 费城啊 华盛顿 可能算一个吧 然后呢 后边 就这里边 他就没有 纽约LA这样的 这样的地方 他的发展的 很多呢 都是在他的这种 这种中大型城市 这个里面 好的 那下面一页 好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讲几个 学生的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大家呢 可能可以从这些例子呢 能够来了解一下 他们是怎么来成长 而且呢 这个和你的孩子呢 有没有什么相似 什么这种 可以借鉴的地方 好吧 那你们谁来讲 第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明星学生 刚刚拿到了这个穆迪 穆迪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公司 就是这是巴菲特投资的一个公司 就是搞这个评级的 是定量分析师 这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孩子是我们看着他长大的 来那个 那李老师你讲一下 李欢老师讲一下 好的 好的 对 刚刚程老师说了 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个学生叫做卡特 他呢 2021年的1月1号 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说李老师 我把我的领音的这个 就是我在这上面全部都是他领音的截图 就是Linking的截图 他说我把他的 我把我的Linking截图的职位更新了 我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目的的光荣的一个量化金融的分析师 现在在做的事情呢 是做一个叫做structural的product 就是结构性的金融产品的量化分析的这个部分 那我真的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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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开心 所以我就把他的精力放在了上面 跟大家一块去分享分享 我想看看他是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走到了今天 然后刚刚程老师也讲了 目的呢 如果你是有投资一点股票 或者你在金融的这个行业里面 你肯定会知道 那他是全球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了 那你上到对美国经济的展望 你也要看目的在11月份发的美国经济的报告 他说我现在还是对美国保持一个AAA的 最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评级 但是呢 我从极度的增长变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展望 还是比较有的审慎 然后下到可能对一个上市公司发展的预期 我这个股票是能买还是不能买 你都得去看目的的一个评级 那当然目的自己本身也有金融服务 和做这个结构性的金融产品 所以说其实他从这种程度上和大家可能心里想的这些摩根斯坦利啊 或者这个花旗啊等等这样的投行 那他在投行领域和在信用评级领域的这种地位都是对等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 然后家长们老是问我对吧 说哎呀我都听到谁谁谁去了这儿了 又去了哪个大公司了 怎么我们就没消息 然后您又说这个发展的机会都已经增加了呀 那我就想给大家真的通过他的领域自己的一个记录 一个印记来看看 他其实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走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那卡特他自己本身呢 其实是卡梅 他的本科是运筹统计学 然后偏数学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在这个领域上看到 我截的一个他的照片对吧 一个颜值挺不错的 挺精神的一个小伙 但是其实我们在18年接触到他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三月份左右吧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成绩在卡梅很不理想 然后整个人就是你看到他觉得有点雾蒙蒙的感觉 然后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 那我们就说OK我们先开始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的专业的选择 到底是不是你最适合的 结果我们测评出来发现 他数学确实是很强的 然后沟通能力还有语言能力 这个小伙子很不错 然后对金融也指向了有很大的兴趣 我们就开始去做他的一个干预的计划吧 叫做 那么首先呢 当然先从科研的项目开始 他那个时候才大二的暑期五月份 那暑期也没有回国 然后呢我们就安排他去了这个纽约的城市大学巴鲁的这个巴鲁学院 去做了一个跟教授做了一个建模相关的一个项目 也叫做所谓的research assistant 这就是他在简历上面写到的自己的第一份跟专业相关的一个经历 我把他也结出来了 那然后巴鲁这个学校肯定很多的同学家长 如果你是学金融的 你可能知道 他被称为叫做华尔街的这个黄埔军校 这金融工程的专业在很多美国的金融的权威排名里面 常年都是排第一的 然后学生的就业率呢是属于百分之百这样子 然后他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分析和建模的一个系统的体验和应用 然后发现 好像不是我学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是其实本身这个体系 还有这个发展的方向是一个有意思 也很有价值的一个工作 那然后去了纽约之后就喜欢上了纽约的空气 喜欢上了这个氛围 然后他就开始准备呢 就说那我们就往金融或者金融工程 还有或者说我数学比较好 就往量化的这个方向去走了 那所以这段经历我们觉得回头看 对他后来研究生的申请当然有作用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作用 还是是把他这种凌乱的思维 或者说我学无所用的迷惑的状态 去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和一个出口 那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在大三也就是五年的五月份的这段时间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能够踏出 所谓的职业发展 或者说是这个专业的经验方向的第一步 我们先去了解你所想象的金融的行业 我们家的项目正好是Lululemon 就是那个Lululemon 大家在家做运动 现在最时尚的这个品牌 那当时他们要对Lululemon做一个投资分析 然后公司呢 基本上他们在如果二级的股票市场上的交易 基本上可能是7000万到1亿美金这样的一个盘子 所以说他做的这个分析报告呢 对投资决策就还是挺有关系的 然后呢 整个的团队的比他有经验的这个分析师 然后他们的老板 他们老板是美国人 他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美国人 那带着他去学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什么 可比销售额的增加呀 然后怎么做尽调啊 这个现金折现的模式到底是啥意思呀 怎么做的呀 然后这个品牌吸食率怎么算呀等等 就是很多基础 但是又非常重要 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那然后这样下来之后 这三四个月 卡特就开始觉得说 我终于对所谓的这个华尔街的精灵 你实际工作的内容还有节奏 就有了一个体会了 我记得回来之后 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的状态都跟以前 甚至我觉得气质都有点不一样了 那然后呢 而且他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跟我分享了 他当时跟公司的高层 还有同事接触 他回来跟我说 我发现了公司 现在华尔街去招聘的 或者青睐的人才 已经不怎么是金融硕士毕业 或者MBA毕业 或者说会计毕业 这样的一些学位了 那他说 他说老板跟我说 你放在十年以前 你有个MBA 你有个金融这样的专业 你回国人家是觉得你很牛的 但是现在你要是说 你有一个金融专业 他就会觉得说 你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学了一个相对比较水的转业 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 那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好 那这个华尔街 或者说现在的大的企业 他都喜欢你的专业里面 要么有金融 这两个字 比如说什么金融工程 那么或者说 你有分析这两个字 比如说商业分析 或者你有数据 这两个字 比如说这个数据分析 或者说是这个数据相关的 这个数据scientist这样的职位 那他就认为你是有一技之长的 你是不水的 所以说呢 我们基本上在那个时候 也就决定下来 从实际的 从能力的角度 我们就去学一个金融加工程 金融工程或者量化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 那所以随着你大三回来之后 研究生申请就到了 成绩之前呢 也没有办法补太多了 这个是你的实际的一个印记 但是科研和实习呢 在那个时候 从功利的角度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补充的作用 那最后呢 我们就决定去了福德汉姆 就是在纽约的量化金融的这个专业 在美国呢 这个专业排名也是在前20 而且因为这个成 这个学校本身就在纽约 也是华尔街的后花园 那所以说 对于学金融或者金工的同学来说 也是得天独厚 然后生完了之后呢 就到了这个 大四毕业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希望是说 进一步的去补充专业能力 程老师麻烦您也往下翻一下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我们现在要去金融工程了嘛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专业能力的拓展 还有相关的精力放到第一步 那当时卡特毕业了 我们还说呢 他连毕业旅行都没去 然后直接收拾完所有东西 就搬到了纽约 把房子找好 就开始去了第二段的这个实习经历 那第二段这个公司呢 他没有投行部 就他没有IBD其实 但是他更擅长的就是做金融衍生产品 和结构性产品 那正是卡特那个时候需要的 而且事实上 其实最后他做的这个 Quantitative Analyst的这个职位 就是他现在在目的所做的工作的职位的内容 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这段的经历呢 对他后来开始去做研究生的学习 我到底选啥课呀 选啥专业呀 学什么东西 对我以后发展有用啊 都是非常有作用的 所以家长老是问我说 哎呀我这个 现在这个OPT的申请 又比较慢了呀 我又已经 升好研究生了 这个心都已经放在兜里了 那我是不是就 回国歇一段时间 或者说是 等着研究生再开始着急这些事情吧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 你大四毕业的OPT是你大学阶段的一个机会 同时也是一个 你的成长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阶段 那如果你这个阶段是空白 那公司就会预设你说 OK好 那你以前都是没有过任何职业化的 象限的准备 甚至是考虑都没有过的 你把所有的东西堆积到研究生 其实对你来说是更加不利的 那然后呢 这个到了研究生的阶段 就除了专业能力 我们自己还有技术能力要去提升之外呢 我们就还非常注重它的一个 所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 这个部分的一个提升 因为说白了 你如果是在金融圈 那可能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你是在这个软件开发 或者说是CS 你要去做个马农 那但是你的这个社会的经历 往往是你以后到了职业的中后期 能够有很好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那然后呢 我把他所谓的生命中的一些贵人 也是他自己简历上面列出来的 就领域上面列出来的一个截图 我放在了右边 这个比较小的地方 如果陈老师可以的话 可以帮我稍微放大一点点 对 那这些呢 是在这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面 帮助过Cutter的老师 陈老师一直说我们的Fits Fits这个概念 那到底Fits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老师 在不同的阶段 有重点的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同学 这第一位老师 陈老师如果往上面放一点点 第一位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下的 Olivia老师 石老师 那他是我们Cutter的一个叫做班主任老师 或者辅导员老师 这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为他操持所有的进展 然后每一周要风云无阻的去见个面 跟他们去做沟通和做帮助 然后第二个 这个阿里老师 那他呢是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他的这个职位 他是KPMG的创新中心的MD 那这个KPMG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这个四大 但是他所做的这个部分呢 是在四大里面 通过对数据分析 还有这个通过对客户的趋势的把控 来创新的去给客户提出下一个发展目标的查询和建议的这么一个机构 叫Innovation Lab 那他是这个地方的负责人 他现在已经去了达拉斯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还在纽约 我还记得当时阿里老师带着他去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几个米之林餐厅去吃饭 然后让他去了解纽约的这种文化 然后带着他把自己的金融圈子介绍给他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起步的领路人 然后下面一个人是Gill老师 是他在就是刚刚讲到的 他大四的时候那个第二个实习的指导老师 那个时候我记得 他给我讲说 这个Gill老师给了他很多在工作里面很受用的能力 然后把工作当中的得失 你往这个方向以后怎么样去走 给了他很多在这方面的帮助 好 再下一位 Andrew航程程航老师 这个不用介绍了 灵魂导师 然后呢 再下一个Ruth老师可能要多说两句 这个Ruth老师呢 是Cutter的我们叫做一个生涯发展的一个导师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金融还有咨询方面的专家 又是一个退伍军人 我们说他永远都是元气满满的状态 一年多的时间呀 一年九个月的时间吧 那从带着他逼着他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 然后每天跟他一起做运动 在我们群里经常给我们甩 两个人一起在比拼俯博城 每天这样推动他 然后每天读书 养成每天看新闻的习惯 到后来Cutter给我说 哪一天不看新闻 他就觉得哎呀 今天这一天是有点问题的 然后硬是把我们刚刚说他那个雾气 还有这种颓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去给他调整过来 变成了一个自律的又阳光又朝气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发展的一个状态 而且其实后面的这些导师很大的程度上也是Ruse 老师去带着他 一步一步去建立和去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导师有深入的一个沟通 然后再往后面比如说有这个David老师 他是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做Wealth Management的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后面这个Afshin老师 他呢是这个他自己本身是约翰霍普金斯的国际政策的教授 但是同时呢又是达沃斯经济论坛的座上宾 然后也是这个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的顾问 所以到了这儿呢 你就再倒回去看他 陈老师如果您能帮我再往左边拉一点点 看到他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 他去的这个实习 那这份实习呢 就其实严格意义上不算是我们替他去安排的了 就上面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 有一个地球的那个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在华府的世界银行的总部 那他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Afshin老师 因为他自己是世界银行的顾问嘛 那他去给卡特做了一个推荐 但是我要非常中肯的给家长们说 这个所谓的内推这件事情 他是40%导师的推荐 还有导师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那但是60%的其实还是是自己的一个认真和努力的准备 和自己的履历摆在这里的一个证明 那然后其实他有了世界银行的这个机会之后呢 他的这个平台和他经历的这种所谓的层次就很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了 我看是不是对2020年的5月份 那然后呢 在之后那肯定最重要的就是找工作的这个部分了 我在这个上头 在导师上面给大家列了一串数字 164 这个是啥呢 是我们后来去给他数了一下 前前后后从大三找实习的准备开始 到最后找到工作是投了164份简历 然后呢 包括实习的面试在内哈 前前后后有13个面试的准备和机会 最后最后拿到了目的的这个offer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哪怕说啊 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顺理成章非常好的准备了 但是找工作这件事情 特别如果你要去的是一线 那你就得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要做充足的120份的准备 那才会拿到大概十分之一的面试的机会 然后再拿到大概十分之一的工作的机会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式 一个一个公式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投入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铲除 那我因为我在这也是把 卡特我们跟他一起去做的这个领音的整个的 履历的profile都直接放在这里 所以大家也看得到不光是经历的层面 那他在打磨的层面 包括里头的话是怎么说的 然后里头有非常多的细节 直到最后你看到他的这个平台上面 有740个关注他的朋友 那他在这个里头跟我们一起去所做的努力 是你就可以去完全去看到的 可以去想见到的 那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想把他这个例子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 如果说大家去研究一下 你们所认识的那个 进了某某某大公司的同辈 我估计百分之百不出意外 你可能也能看到跟卡特类似的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说还是那个话成功就是 没有任何的秘诀或者捷径 就是一步一步的 先从你找到自己的志趣 然后从小到大 然后从博到专 再去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 再去锤炼这种最后临场的经验和准备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拿到的 所以说虽然说2021市场要好转了 春招要来了有机会了 可是呢 机会不会垂青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然后前两天我跟他呢 聊了一次天 然后我们录了一个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小视频 他在里头说了他自己的所有的经历 然后也提到了这些帮助过他的导师和公司 还有讲了很多他的对同学们有用的经验 我们在会后会通过我们的光微 跟大家把这个小视频去做一个分享 那希望在2021年的开年呢 去跟大家共勉吧 希望所有人都跟他一样能够获得这么一个成功 有自己理想的offer 好吗 那然后我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讲讲文科方面的同学们的准备 好不好 好的 好 这个学生呢 我再提供一下 好的 这个Cartor 你说 我想跟大家说两点 第一呢 就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他是一个 这么一个找到自己 认识自己 发展自己 这么一个过程 他最开始找到我们呢 这个孩子啊 就像李老师说的 雾蒙蒙的 就他整个是一个 迷失的一个状态 因为CMU呢 他也是这个这种学业的这种这种压力非常大 所以他当时呢 也没有兴趣 也没有信心 然后呢 成绩那时候都是在一直走下坡路 然后这个孩子呢 家里还是蛮有钱的呀 然后呢 当时呢 就是跟我和Ru子呢 来沟通 当时他就想 哎 我反正 我爹妈还能养我呀 我说那Ru子就说了 你爹妈养你 能养你多长时间 你这么一个这个男子汉 你这么一个这个成年人 你你为什么不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这个成功 别人可以帮你 但你如果自己不帮你 那就没有办法 哎 所以他听了这个话以后 可能真是出受触动了 然后回回去就把他的一个什么一个跑车给卖了 买了 换了一个那个Honda的一个一个那个普通的一个车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自己呢 也不知道自己会将来是从事哪一个领域 从事哪一个行业 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里边呢 他是一个 经过这个两年多 将近三年的时间呢 来一步一步的来发现自己 然后呢 最后呢 来能够发展 所以这是我想说第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第二点就是刚才李老师说过的 就是说 嗯 现在呢 也有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机构啊 说哎 我给你卖内推 我给你卖刷题 呃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就是他可能能帮助你一点 但是呢 他帮助不到你很多 因为比如我卖内推 其实就是内部给HR写了封邮件 这就完了 但是呢 这种就是这个卡特 他的这些推荐信呀 他这些东西呢 他是一个 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bonding 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走心的这样的这种推荐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他在这个导师 艾夫人就给他介绍 到世界银行 那是因为呢 我看到这个学生是一个可造之才 靠这个学生 他有他的这个亮点 所以我才给推荐 那这和你买来的内推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对刷题这个事呢 我这么来看 就是说呢 其实你的 你比如你想做金融分析也好 你想做一个程序员也好 他这些什么编程的技巧啊 什么什么分析的技巧 其实你应该在学校就学了 所以刷题只不过是你 你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 这个你的你的 学术成绩的这一条腿 还是这条腿 但是呢 这个学生他 卡特提高的呢 是他的这个 所谓他的这种就业力的这种提高 如果你就业力的提高不够 即使有什么内推 即使有你买了个职位进去 即使有这种刷题 但是呢 到这个工作的环境呢 你还是适应不了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就就就会有很大的 将来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补充这两点 好吧 好 下边 嗯 好 那这个刚才这个 李欢老师和陈昊老师 讲的这个卡特是 真的是我们服务最长的 一个学生之一啊 那他的这个专业 其实也当然来说 是很多的学生会 会来选择 就是这个 这个基础相关的 那今天呢 我想分享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学生 就是一个王同学 他是一个文科生 因为相信大家 之前案例里面 从听的太多 我们这个什么学生物啊 学计算机啊 学金融的学生 可能没有听过 我们后人 好像说文科生 找工作 或者说找实习 这样的一些案例 所以今天我们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那王同学 他这个经历 其实跟 其他同学一样 都是非常独特的 他本身其实是CCSA 他是社区大学的 一个学生 那他在大一下的时候 找到我们说 想转学去 这个赋免制的大学 因为这个社区大学 是只能读两年的嘛 他当时找我们的时候 他其实GPA不是很高 只有3.0 其实是一个硬伤 你转学来说 这个GPA是有点低的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 这个课外活动的经历 然后我们就想说 怎么来帮他 把他这个背景去 给他做一个优化 和这个全面一些 所以呢 他跟我们就开始聊天 就发现 他其实自己呢 对这个人文社科啊 包括社会学啊 都很感兴趣 而且对这个波士顿 或者说纽约啊 就非常向往的 很想去这些大城市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跟着他 这个兴趣爱好 和他的这个需求呢 以他之后 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向 帮他找到了 联系到了我们 这个导师里边的 一个在 哈佛大学 高等教育政策中心 多年任职 这个研究经理的 这个Ronnie导师 那进行了一个 这个暑期的 专门的一个文科类的 科研项目 那在跟这个Ronnie导师 进行了沟通之后呢 导师其实发现了 这个王同学 他非常喜欢波士顿 特别是对这个社会学啊 包括这个少数族裔的问题 王同学是特别有 自己的看法和兴趣的 所以最后呢 他就决定了说 要写一篇 以这个2005到2018年 美国马赛诸塞州 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状态 被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论文 就左下角这里 对 然后这个论文呢 他主要就是利用 这个数据分析软件 它统计了这个 一段时期 就05到18年 这个美国 就华裔美国人的 这个赞美的一个情况 那他这个 在这个科研里面 他其实用到了很多 research 这个搜索的一些技能 和论文写作的技能 这个其实 对他之后的 这个是有很大帮助的 并且最后呢 他也成功地得到 这个老师的 就是这个导师的推荐信 也是把这份经历 写到他的这个 转学申请当中 然后他最后 这个完成了科研之后呢 因为这个科研是八周 他也跟我说 他其实没有想过 自己会在两个月的时间 能完成 就独立完成 这样一篇论文 并且是可以去发表 然后他还表达了说 他也掌握了 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能力 他其实是一个文科的学生嘛 所以他其实非常感谢 导师对他整个 这个科研的一个 思维体系的一个建立和指导 他也说他发现 就跟老师这几次的沟通之中 自己对社会工作 就是social work 这个专业的这个兴趣 所以说呢 在参加完这个科研活动之后呢 他找到了我们的后人老师 说就想要去转学 然后就是想学这个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所以我们最后帮他转学到了 在波士顿的这个 Suppert University学的是这个社会学 那在完成了这个本科转学之后呢 其实他还是没有懈怠 他立马想到的是说 他已经大三了 他可能面临的马上就是说要读研 或者说就业的选择问题 他最后说跟我们想 他想决定说留美试试看 他找找工作 那同时呢 他也要继续去申请研究生 就类似于是双管旗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他找工作来说 其实也是稍微的有一些困难 因为他作为一个文科生 他其实这个 精力可能会比较少 对他自己去找了一段时间 发现没有什么回信 然后又找到我们老师来问说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们 其实第一想要是来看他的简历 因为其实他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 那如果你海投 就是投了很多 然后就连面试都没有的话 说明可能是你的简历出了问题 因为大部分可能是说 你海投 然后有几个面试你不过 但如果你海投半天没有面试 说明肯定是你简历有问题 如果我们就看看他的简历 发现他简历的描述都太泛泛的 就没有讲任何跟数据啊 跟结果啊 包括我们简历之前会说 用CA2原则来修改 他都没有用过 所以我们就反复的根据 不同的这个职位 给他做了一个简历的一个修改 帮他把之前的这个科研经历啊 还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经历啊 重新做了一个描述 那他后来呢 就是也就某一天突然在微信里给我发了一个offer 然后就上面写着说 他申请到了在波士顿中区法院的一个language supporter 就是叫语言 就是语言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他在这个志愿者的工作当中呢 他其实每天会接触到不同的案例 和不同这个社区的人来沟通 那他比如说在这个这个法院的工作里呢 他每天他自己这个用这个商务英文啊 包括写作啊 包括问题处理啊 他等等 包括跟一些同事的协同 因为他第一次去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医院里 去跟就是当地的local native speaker 就本土的这些人去沟通 发现他自己的这个软性技能性子的提高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文科专业学生的就业当中 其实软性技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毕竟我们文科学生 其实是在跟一堆就是母女式英语的人来定争同一个岗位 所以说他在这个这一段这个时间里 他其实这个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他完成了这个时期之后呢 我们后来也顺利的帮他去申请到了 在波士顿大学的这个社会工作的硕士的专业 那我们就知道啊 就是呢文科的就业肯定会比理工科 或者说金融商科管理类是更耗费时间的 所以他在一道研究生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跟他说 你就立马要开始下一波的这个实习和找工作的准备了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social work 这个社工专业在美国的就业 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就可能在国内加量可能听的比较少 其实在美国这个社工专业的就业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你可以去NGO 这种非盈利机构 或者说学校 政府机构 或者说心理健康的一些机构 养老医院或者育儿所等等 他做的其实是 也是非常就是好的一些工作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被忽视的一个专业 那因为他这个研究生时间比较短 其实只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利用好每一个假期 所以呢 在延一暑假的时候呢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法医院的时期的这个工作经历呢 因为接触到了很多就是 比如NGO的人 然后就包括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人群 所以说他跟我们说 他想要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机会 那我们也帮他联系到了 在这个萨福克郡 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时期的工作 那主要这个工作呢 就是处理一些波士顿的新移民 和少数族裔的一些案例 就帮助在波士顿的这个新移民者呢 更好的在这个波士顿生活 那这样的工作呢 其实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 包括NGO啊 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社会群体 那他发现 就是在接触工作中 发现这些从事NGO工作的人都非常的热情 就而且他也 他们就也会关注一些 在这个社会上特殊的群体 因为他本人自己其实也 对这方面就是非常的关注 所以他也很受触动 那所以他在参加完这个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时期之后呢 他也继续的在搜索一些NGO相关的工作 对 然后他希望说自己在毕业之后呢 能够继续自己的OPP 对 然后结果呢 就是经过不断的这个搜寻 包括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推荐 和一些 包括Volunteer 包括时期很多很多的 包括印记的上投简历 那最后他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他凭着自己这个 在美国六年多的这个学习经历啊 包括这个时期志愿者经历 包括自己的专业表现 和非常好的这个自身的软技能 他的这个沟通能力啊等等 那他研究生毕业后呢 找到了一个在纽约的FCO的 这样一个NGO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组织他主要就是关注一些少数族裔的 就是家庭服务 他做的是这个案例经理的工作 那他正好是跟他最开始做科研的那个主题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都是研究这个 就是服务于这个少数族裔和这些弱势群体啊 就是一些特殊群体的 他主要做的是Cave Manager 就案例经理的工作 那他主要是为不同的这些家庭啊 包括个人啊 包括儿童 就提供一些救助金的咨询啊 职业培训的咨询啊 生活尽量的一些课程推荐啊 包括一些就业信息等等 他自己就非常的开心 就跟我说觉得他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份 他自己非常有热忱啊 包括能帮助到很多人啊 的工作 而且他自己从从这个本科就开始找找工作 找实习到研一开始去找工作 也咨询过很多学这个社工的学长学姐 然后最后找到这个工作 他非常的开心 也跟我们说跟他自己的这个出作 也是很吻合的 那所以说他这个经历 就他的王农山这个整个升学 其实是比较曲折 他经历了从就是各种转学 然后不同就是不同的这个实习 包括从政府到NGO 从这个在美的求识角度来看呢 他其实是不断的在去做探索 就从科研啊科外活动啊实习 以及不同的公司类型和组织 那最后呢 他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 和他的兴趣所在 也是互相吻合的 那所以说对这个文科类的学生而言呢 其实早准备 我们冰箱家人问 我们到底是大级开始准备好啊 其实你大级准备都可以 就是你现在想到 你就现在开始准备 比如我现在大一了 那我大一就开始去找 马上就是寒假了 那可能寒假 我可以找一些短期的线上的实习 或者我暑期 想做一些长线的实习 大家其实不要嫌弃说 一定要去就是线下实习 或者一定要怎么样 就大家不要对工作太多的限制 包括很多家长跟我说 我一定要去大公司 要去大厂 要听得好听 其实这个在美国不是特别的重要 就你找到第一份工作 比你这样等待和一味的想去大公司 或者说想去某一类型的公司 其实是会就是要更 你要更有目标性 就我先找到这份工作 或者找到这个实习 我开始了在美国第一份工作 这是我的目标 我们要我们叫从小到大的实习 那这个王同学 他有一个非常讨巧的点 是他最后考虑了 从一些NGO入手 去开启自己的这个 在美职业道路 其实是一个非常巧的选择 也是大部分同学 其实很难发现的一个选择 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些 就是NGO这个非盈利组织呢 像比如说后人 我们也一直有在支持 相关的这些NGO 比如我们一直在支持的 这个在美国 RIF注册的这个NGO 叫天使之一 儿童癌症疏缓治疗基金会 那其实这样类似的NGO 在美国是非常多的 那他们也是很需要这个 包括学习社工啊 社会学啊 市场 公共关系 国际关系 运营 或者媒体 心理学 等等这些专业的学生 来参与的 因为NGO很多 他都是关注在一些 少数族裔 特殊群体 或者说是需要被社会 关注的一些群体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Angelo Wings 就是天使之一 那他们关注的 其实就是一些 血液病种 由患儿 以及他的家庭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在NGO里 其实是有很多的岗位 比如说有这个运营啊 社区关系管理 多媒体运营啊 比如说儿童书款的 调联等等 其实这些工作呢 是非常的多 而且很专业的 其实是需要我们同学来 多来 就是参与进来 而且这些NGO 他都是支持同学们的 OPT和CPT 就是都是 你在毕业后 都可以来 继续来留任的 所以说它是有很大的 这个人才需求量在的 对很多这个 门科类学而言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选择你职场的一个开始 那所以说我分享了 这个案例呢 也是希望给家长们 有一个方向可以思考 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 一些大公司 我们可以去留意 一些小而美的 或者说这种NGO的 这种组织 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 就逐步的来开展 自己的这个 这个赞美职业道路 这个是我想分享的 一个文科学生的案例 好的 好 这个我再说两句 就是大家都说 学数理化 走边天下都不怕 但是呢 他有的学生 他就不愿意学编程 他就不愿意学这个理科 他就是愿意学文科 那这个学生 他就是 他对这种社会学啊 社工啊 对帮助别人呢 他有很多的这种passion 就是一说到这种事情 他就 就两眼冒光 就觉得这个 是很愿意做的事情 其实他的这种经历呢 你想作为这个 这个法院的这个 这个志愿者 作为检察官的 办公室的志愿者 其实呢 他这里边 这要 这是一个 需要很大的这种勇气 和很多的这种 这种 兴趣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呢 我们说呢 还是要像我刚才说的 还是要 就是这种认识自己 要发展自己 你知道你对这个方面 是有这个兴趣 那就往这个方面来 来这个 这个发展 那我们的能做的 也能给你推动啊 能给你做 但是呢 这里面还是要 你要认清自己 你说这个孩子 如果是 你就因为说 你就去学数理化 你就什么 你就去学编程 他可能就 可能取不到这样的成就 然后他去的这个 ICO 这个NGO呢 是一个在纽约 非常大的一个 这种支持这个 这个这个 弱势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 非盈利机构 他们大概每年 可能服务四千多个 这样家庭 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机构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主流的 所以呢 这个学生呢 他就 还是很好的 这个 发展 是的 那我们在回答家长 问题之前呢 我还想特别 跟家长说一个 关于现在OPT申请的 一个最新的事件 因为很多家长 也非常急来找我们了 那么就是在 1月4号 就是前两天 确实我们发现在 在那个OPT的申请的 这个部分出现了 很大量的申请 积压的情况 特别是在德州 这个中心 就如果说你的申请简历 被分到了德州 那这个问题 可能就更大了 现在我们看到 从11月之后 提交OPT申请的 他们基本上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就非常正常 两个月的时间 才拿到自己的 第一步的叫做 叫什么收据 就reciptant号码 然后有了自己的 一个recipt number 他才开始去给你 去处理OPT的申请 就是说比以前 又多了一个 以前本来是大概三天 你就你的支票 就会被兑现了 但是现在基本上 是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NAFSA 就是其实在美国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国际学生的招募 和支持的 这个统一体系 他们在自己的 世界最大的国际教育者 学会 没错 是我们程老师也是 这个NAFSA的 委员会做副主席 对 没错 程老师也是在这边 有很多的这个input 那他们也讲了 他们现在已经在 跟这个Ice 还有各方面都在沟通 包括跟德州 还有加州的议员 还有这个叫做Congressman 也都在沟通这个事情 会帮助大家去 更好的在政策上面去推动 但是对我们现在 2021年内要开始准备 毕业申请OPT的同学 咱们就真的不要等了 早点去跟学校准备好 所有的东西 你哪怕提前一点 90天提前一点点去记 可能他拿到你的 这个申请的时候 都已经过了 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可能我们自己 现在来看的话 就要有个预计说 基本上要到 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OPT才能下来 那我们就 真的真的 现在立刻就着手 去做这方面的申请和准备 否则到时候 你哪怕找到了一个工作 有了好的offer 雇主也不等你 而且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的 情况是说 同学们都到了 OPT STEM的这个延期了 然后还有两个星期 就要过了 那但是还是支票都没兑现 延期都还没开始处理 你哪怕到了pending的 就是这个等待的状态 你也可以继续去 为雇主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只能立刻停止 然后有60天的 所谓的这个缓冲期 如果这60天 你还拿不到一个 至少receipt number的话 你就只能是 打包回购 如果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也是在想办法帮助这些学生家长 对我们自己现在还有先手的同学 就立刻开始准备 这个重要的情况 想给大家说一下 早规划 马上四月底就毕业了 那你往前推90天 这就是二月份的事了 所以尽量早规划 好的 然后如果需要联系我们 可以这是三位李老师 两位李老师的这个微信 可以解个屏 然后找我的也可以 然后福利大礼包 我看 这个福利大礼包 是我看具体怎么样 那就是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你要后台发关键词 就可以有下载链接 然后呢 有家长的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挑了几个来回答 如果你再有问题 也可以在微信群下 在这个message这边 如果我们能回答 那就回答一下 没问题 这个第一个是 除了领英平台投简历 还有什么好的有效的方法 那个李欢老师 你说一下 还是谁来说一下 好的好的 这个问题啊 家长们老师问 我觉得这除了一个方法的问题呢 还有一个内容 和积累和运用的一个问题 你光是方法上 就先说光是在线平台的 这个方法上 那他还有比如说 Indeed的呀 Simply Hire啊 Monster啊 等等 那其实你 你比如说Indeed的 它里面也有一个 非常强大的 这个在线的 电子简历的一个 支持系统 然后它会根据很多的关键词 去给你做匹配 就是它等同于是说领英的另外一个 完完全全 非常先进和非常数据化的一个平台 那你要花等同于领英一样多的时间 去经营它 然后呢 还有甚至像比如说 Visualize Me 可能大家听都没有听过 它是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叫做Infographics 就是用一个数据化的呈现的方式 来展现你自己的经历 还有比如说你学过多少的课 你有多少的专业技能的能力 它会把你的文字化的能力 变成一些小图片和一个可视化的 数据化的一个履历 那你可以把这个Visualize Me的这个 这个简历 一方面放到自己的简历里头 固住一点 就可以看到 你这个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是一个非常立体 又可以量化的这样的一个人 等等等等 光是在线平台就还其实有很多的功夫要去下 那更不要说我们针对自己不同的行业 或者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你还得去监控哪些地区有可能有机会和到公司的官网上面 直接去给它投 有没有offer出来都可以投 因为你不要说别人就拿我们自己公司为例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比较所谓的junior的职位 或者说是实习的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放到自己的平台上面 但是你如果持续去有目标的去投的话呢 那其实公司他可能今天没有 他下个星期有了 他也会想到你把你去给调出来 那可能比你在官网上去 比你在那个招聘平台上去投更加的有用 诸如此类 那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更重要的还有内容 这个就就说白了你投再多 内容不好 那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大家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我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李华老师说这个内容 然后前面的李老师也讲了说 有的时候投了很多简历 但后来发现呢 这简历内容呢 非常的不好 有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自己 这个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现在的留学生里面 不知道领英的人其实很少 但是呢 你能够把它呢 能够用好 能够呢 把自己的东西呢 能够更好的展示出来 这个确实呢 是需要一个这种经验 他就是就是你的另外一条腿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知道怎么把它用好 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多问题都在这 所以呢 你这个 不是说呢 我找到工作的人都是要投领英 要投七个八个的 能找到工作的人 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种implemability 他是很强的 一定要增加这个能力才可以 好 第二个问题 这些实习项目 到底能帮我什么 那你谁来讲一下 这个问题我来分两个方面 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首先 他肯定是对 我们先聊这个申请的角度 那我们知道名校 其实他都是 青睐这个holistic review 就之前我们陈昊老师提到过的 这个综合性的这个考察 那所以呢 这个科研实习经历 其实可以塑造你的独特的一个经历 在你文书写作的时候会更立体 同时你这个推荐信呢 其实能更好用于你的这个申请 那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说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 那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领英 包括一些美国高等教育及时报啊 对一些雇主的采访 其实有显示说 其实66%以上的雇主 他其实是认为 这个过往的实习经历 是决定他是否录用这个候选人的 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 第二个因素就是面世的你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过往的经历 其实首先是证明 你有这个适应这个职位的硬技能 比如说你会拍放编程 比如说你会股票和公司的故事方法等等 那其次呢 你在实际中这个软性实力 比如说你的沟通力 你的这个团队协作力 其实都是你行为面世力 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知道因为在美国面世里面 他除了这个HR要面临 其实他团队的所有人都要去面临 他会一个给你过 就像刚刚卡特 卡特他其实是之前跟我们提过 他一共经历了四个小时的面世 他是跟team里的所有七个teammember 一一进行了沟通 那这个其实就是考验你的这个 你的沟通能力和你的 因为他也会团队 就是这些这个teammember 会给你出题 会给你提一些问题 你要去给他们一些答案 所以这个是非常考验你的 这个软性技能的 那最后一点 就是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一个攻略的角度 就是他可以写到你的这个简历里 这样的话 你的简历能迅速地跟别人区分开 就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因为都是在美国的公司 他都是支持这个背景调查的 所以说你会更方便同学们 在美国来找这个工作 因为你在美国的这个实习经历 写到简历里和在国内的实习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 所以说这个实习肯定是从 无论从申请啊 还是就业都是能能够帮到大家的 对 这个确实很多的人的简历上呢 有一大堆在中国这个实习啊 那个实习啊 我其实很明确的跟很多学生说 这个很多都没有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不比匹配不能核实 其实也很多 大家也知道也是假的 所以呢 你呢 要在美国有这个实习的这种经验 是重要 好 下面 计算机什么专业 后期工作持续性好 什么专业就有力高 竞争不那么激烈 这我说一下吧 这个我有一个计算机的这个学位 我有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学位 后期工作持续性好 一般呢 就是你说编程 然后后来呢 你到这种这种高级的编程 然后呢 是项目的主管 然后呢 叫project director 这个就业率高呢 现在其实呢 还是在 一个是编程方面 一个是数据分析方面 那么呢 这个再有呢 可能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方面 你如果是一线编程的 那当然你就得要做好这个 不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么呢 也有呢 比如说他的在计算机领域中的这种数据库管理呀 这些东西 他是需要和这个业务相关的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他就 这个 可能后续持续性好 你说竞争不那么激烈 对吧 你这些人这么想 就是你学了这个东西 你还拿这么多钱呢 那当然竞争就要激烈了 因为你想去拿这个职位 别人想拿这个职位 所以呢 这个是 哪个行当竞争都激烈 好 下面 美国大学地理位置对求职影响大吗 哪些城市就业率高 那个李环老师说一下 对这个或者我来讲一下 说实话 我觉得大 那我之前也在我们说卡特的经历里头也分享过 对吧 你哪怕是纽约要去金融川 如果你在纽约 这个学校 你就是会有一个所谓的prefer school的这样一个光环 他就是爱受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像刚刚讲到这个巴鲁啊 那他就是就业率比起什么康奈尔啊 比起其他的这些大派 其实还 歌大呀 还要高 那然后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是威斯康星 麦迪逊也很好 但是你不是 你没有这样一个敬意 不在这个圈里头 确实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么当然 也得要看 专业 然后还有就是说哪个城市的就业率高 这样的问题 我刚刚在前面这份报告里面 也给大家讲了好多 关于城市的问题 我真的希望大家去研究一下 从整体上面哪些城市有机会 还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基础建设 还有人口的流入 因为你要到那个城市去生活的 那他这样的趋势是不是在上行的是重要的 同时也要看你自己是哪一个专业的 那么你比方说我们自己在匹兹宝 那你就要去看在 比如说匹兹宝的支柱的行业 比如说Healthcare 这个健康产业 还有这个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这个产业 你去看这个行业本身纵深的一个发展的报告 那他跟整个城市的经济数据还有点不同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 我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分享 你会看到匹兹宝的这个人工智能和AI计算机方向的就业的需求 还有他的平均工资 其实是在美国仅次于鬼谷的 是排第二的 是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行业的差别 你也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去做的 那还有这个家长问我说我选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重不重要 他问我比如说孩子是学供应链管理的 那然后比如说这个罗杰斯特其实比马里兰他专牌还高一点呢 那我去哪 我就跟他说你去马里兰 因为因为你马里兰 然后这个华盛顿沿线弗吉尼亚以下一直到北卡南卡 他是非常重的美国的这个大型的所谓的制造业 还有很多500强的跟制造相关的企业的所在地 那如果在那边你就是会有 还有包括亚马逊这些都往那边去搬了 那你学供应链管理 你肯定希望在那样一个区域经济带里面去学习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可是我觉得在相同情况底下的话 一定地域还是会是一个考量的重点 还是要跟你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去挂钩 对 这里面我补充一下 这个 你地域呢 有一个 他有一个这种 就是有一个这种 这种 就是 招工的这些公司呢 他对你 他能建立一种联系 比如说我在波士顿的这个中级法院 这个实习过 我在波士顿的检察院实习过 那么呢 他在在这个地区的 你说波士顿呀 纽约呀 他他就知道这是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对自己他能建立一些连结 这个我看这个有家长给我发发这个也有有有有的人那个瞎指招说 哎呀这个你回到中国然后呢从中国再来申请美国的H1B 这就是完全是胡扯的这种建议 因为你在中国除非你是严宁 这个你是取得国际的成就 我在波士顿 我在纽约 为什么要雇一个中国的人 我连面试也没法面试 我连他的东西也没法核实 这个完全是瞎扯的 所以呢他很多的这些学生呢 呃 像我们指导的学生就是你比如说是什么样行业的 那他在这个就业的时候呢要选定一个大的一个地区 然后呢再慢慢的缩小 然后你就得到这个地区去找工作 你这才能更有效 所以别别别别这个瞎听这些乱指招 有的是让你这个方向错了是很麻烦的 好 经济大三的学生就业田井关联实习考研方向是什么 这个你们来说还是我来说 陈老师您说说吧 嗯 OK 呃 这个经济系啊 这个是一个呃 学经济呢是个很特别的东西 他呢实际上是有点偏文 其实他很多的是理论东西 但是他呢也是STEM的这个专业 其实呢学完刚学完经济的学生呢 这个就业的历史比较差的 嗯 经济很多呢 就是H1经济以后你去当老师啊 当教授啊 但你这个呢 你得要有有这个后续的这种呃 这种学位 所以学经济呢 基本上来讲呢 他的未来的规划呢 就是尽快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到一个这个呃 具体的一种专业 然后呢研究生的去读这个专业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学经济最怕的就是说呢 哎我对自己不了解 我不知道我以后是想做定量分析 还是想做管理 还是想做金融 呃还是想比如读博士教书 呃我对自己不了解 我根本就什么什么都没教过 也没见过学生 我怎么知道我以后想不想教书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还是要多了解自己 呃 那么呢 你说呢 你是毕业以后就直接读研呢 还是毕业以后先工作一年 其实呢 其实我一般都建议呢 你能先工作 你先工作 但是呢 在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我找不着工作 我要在家这种闲待着 而且呢 在美国呢 现在又有这个OPT的失业期的限制 所以呢 那也有学生呢 就是说 哎我先赶紧就全读完了 呃 这样也可以 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呢 还是读完了本科呢 就直接读这个硕士 这也是可以的 呃 但这里面呢 他的这个 就是呃 你要你要知道自己读什么 对吧 你要不知道读什么 那你趁着硕士 因为硕士 它是很专业的这种方向 呃 它和本科不一样 本科叫一级学科 硕士呢 都是二级学科 或者三级学科 就它是很细的 好 下面 居家上班是否在2021年后 更加普遍对实习和就业 有什么影响 这里有好影响 又有坏影响 嗯 要不然李欢老师 你也说一下 这个 你可能比较了解 啊 好好好 对 这个呃 2021居家上班啊 呃 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很流行的词 现在叫WFH 就work from home 呃 其实这是一个 后疫情的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常态化的一种方式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都恢复正常了嘛 家长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是不是还是得要在现场啊 因为这个呃 呃 各方面呃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啊 否则的话 这个呃 效果会受影响啊 等等 但是他在美国现在就是一种千千万万的行业和企业的一个常态 而且在2021他只会呃 更加的被接受和普遍 像前段时间谷歌就说我们已经同意所有的员工永远在家 就是永久在家工作可以有这么一个选项了 因为大家开始就发现开始是没有办法疫情的原因 后来发现哎 其实也没有这么恐怖 而且其实你要这样想 他反而呢 对于你刚刚讲到的地域的限制或者找工作的这种地域的影响 反而其实是弱化了一点 你想一下有没有那你其实哪怕是即便现在不在当时的那个城市 但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远程工作 所以其实你的机会反而是增加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全国范围内不可逆转的呃现象 那么我们要么就是适应他并且去加以利用 要么我们就是继续等待 等到哪一天其实所有的机会都过了 但是可以是低的时候啊 咱们再去考虑这些问题 嗯 好我补充一下 这个呃 疫情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setback 但是呢 他也带来很多机会 比如在以前 没有公司愿意招远程的实习生 你想我远程我又要来培训你 我又看不着你 我又对你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信任 所以呢 以前实习生都是本地实习生 很少远程实习生 从疫情之后这种远程的实习远程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常态 因为我不远程我就招不着人 对吧 所以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给很多的学生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这样的话我就我比如说我在威斯康森我就可以申请一个纽约芝加哥什么洛杉矶的实习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居家上班呢 这个它是疫情的变化 那你只能适应这个大的这种变化 这个没有办法 对 刚刚有家长在群里面问说在国内网课可不可以在美国实习是可以的 不过呢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首先你的工作的性质本身它是可以在支持你在远程或者说在海外去实习的 那你比如说如果你说你去实验室里面养小白鼠 那这个就不太行 但是如果你是计算机金融或者说是能够远程去工作的 公司愿意去证明并且给你这个offer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这个美国的企业在国内是有一定的分布或者运营 或者跟国内有客户的关系 这样就更加的顺利成章了 所以反正同学家长们知道一下 下面疫情下如何寻找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 刚才还有一个家长在群里在这个这个后台问说 有没有综合的实习的网站 要不然李温老师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 这里金融老师你可以沟通 我刚才其实讲过这个问题了 你看看有什么补充 好的好的 其实疫情下的这个就业肯定是会比之前需要互助很多的时间的 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其实要咨询一些步骤 首先呢你其实是要明确自己的就业领域 和目标公司以及一些职位 你要看他的要求是有哪些 那你可以去网上去找 那或者说你可以去找一些导师啊 来咨询或者是你做一些测评 看看自己适合哪些职位 那你如果确定了这个职位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必备的这个资料的一些准备 比如说你的简历 求知性领域 Hanshare这些网站上你要注册好自己的信息 最后呢就是同学老师就家长们会问说有没有什么综合性网站 其实有非常多 比如说Indeed Career Builder 还有LinkedIn这些 我们之前其实总结过这些求是网站 那包括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个job seeking的培训 就是这个找工作的一个简历的 就是类似于怎么去找了一个培训 那也有很多网站会给到大家 那最后同学们可能还是要去留意这些学校的线上春招 春季招聘会 那比如说你像波士顿大学 他的春招会就是在2021年的2月11号开始的 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这个career fair 都会写自己的春招会时间 所以一定要去留意这个时间 最后肯定是要去找一些人脉 找一些学长期间 找一些可以帮你推荐的机会 但是这些肯定都是要建立在你的你的简历 或者说你的经历是让别人有东西可推的基础上 就如果你的简历和经历只有单纯的在学校上学 或者上课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实体经历 你再找别人推是没有用的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 就至少你得提前一年 就至少提前一年 你要开始去做你的这个实体准备 才能加大你的这个找工作这个筹码 好的 我可能上次讲座讲过 就是以前有一个大概一个经验公式 就是你每一万美元的工资 你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找 那你比如说你找的是五万美元的一年薪 或者八万美元年薪 那你就需要五个月或者八个月时间来找 因为你的工资越高 实际上说明他需要的这种技能 协作能力 这个就业力要更强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不是说我就有这个本事 我就到了一个小屋我就自己干 现在没有这样的工作了 OK 好 这个 行 这边呢 这个我看一下群里的一些问题 我来简单的说一下 这边请问陈老师统计专业哪些城市就业好 有没有类似的刚才老师分析的那些城市就业好 对 这样统计专业呢 看你是具体是要走哪个行业 就是说你学的这个专业是一个专业 那你哪个行业 统计基本上呢 有几种行业可以去 一个呢 多的是这种健康医疗行业 就是比如说保险公司啊 医院呀 他有统计的需求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种生物行业 就生物统计 再有一个多的是金融统计 再有一个呢 就是IT统计 比如说像这个亚马逊啊 什么Facebook啊 都招统计的这样的人 那么你要看你要进哪个行业 那么这种不同的行业呢 在不同的城市 它就是有所分布的 比如说金融 那就是纽约啊 什么芝加哥啊 那你要是这个 这种医疗健康 那就医疗健康那种大的这种城市 比如费城啊 匹斯堡啊 这种大的这种这种城市 所以呢 这要看你的具体的是 到哪一个这个行业 然后呢 你再来选这样的城市 那么如果你要是统计呢 你要说 哎 我就不知道 那么呢 基本上呢 还是在大城市 比如说在这个DC 巴尔地摩 费城 纽约 这条线上 其实呢 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 就业的这种 这种机会的 那你说的这个 就光是统计呢 还有点太太笼统 我也不知道你是本科呀 还是硕士啊 呃 然后呢 应该来讲呢 其实你在硕士的这种初期 或者是硕士中期 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业呢 要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 呃 也呢 要有一些这个实习啊 一些经验呢 就往这些方面来走 要不然你说 哎 我我一手在申请这个健康行业 一手在申请金融行业 他两个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呃 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你是不利的 就你最好呢 很早呢 就知道 哎 我这个性格 我的这个呃 这个了解我自己 我是适合 比如说华尔街这种金融行业 对吧 挣很多很多钱 但是竞争很大 压力很大 互相都成天掐的 呃 还是说呢 我希望呢 是一个在这种健康的这种 这种保险公司这样的行业 或者呢 我希望去一个大学 就你要在这种大概的这种 这种产业要 所以你要进哪行 你要给做清楚 其实哪行都需要统计 就跟哪行 比如说他都他都需要编程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进哪行 那进哪行呢 这些东西 他就不是在课堂上 你所能了解的 就是你就得要通过实习 通过实践来具体了解 这行了解自己 好吧 希望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呃 请问一下陈老师将来如 呃 做从事数据分析工作 本科研究生读哪个专业 读数据分析啊 数据分析专业就读数据分析 现在这是最火的专业 呃 你本科呢 可以读 呃 应用数学 读统计 读数学都可以 呃 这个都可以 而且数据分析呢 将来呢 很可以转成机器学习 对刚才我忘了说了 统计还可以做机器学习 其实机器学习呢 人工智能有很多需要统计的东西 呃 像一些这个 自动驾驶公司啊 他也需要这种数据分析 呃 所以呢 你这个研究生呢 你就是读数据分析就好了 本科呢 可以说我说的这几个专业 呃 数学 应用数学 呃 统计 呃 这些都可以 OPT开始的时间是90天以内可以找工作 而不是90天60天之内才可以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工作 只不过呢 就是你找到工作的 你你工作的第一天 你必须要手里拿到这张 叫OPT的这个EAD卡 就是你的工作许可这张卡 呃 那么呢 李欢老师刚才说的呢 就是说你最好是在让你申请的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申请 因为现在移民局动作非常非常慢 呃 那么呢 呃 你申请到这张卡 然后你到时候呢 去来工作 呃 机械工程硕士在美好找工作吗 呃 好找 不好找 你现在也没有什么选择了 呃 机械工程呢 是这个工程专业里的一个万金油 呃 比如说你去化工吧 你只能去化工的这样的企业 但是你学机械呢 你就也可以去化工厂 也可以去什么汽车厂 这个呃 是很多的 呃 呃 那么呢 这个 甚至呢 很多学机械工程呢 他也可以去呃 一些这种偏计算机的这种专业啊 都可以呃 就机械工程呢 是这些工程专业里相对比较好找工作的 对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家长问说在选择读CS还是读WE 如果你能读CS你就读CS 因为WE呢这个专业呢 这个范围很广 他分比如WE就是电子工程 他分比如强电呀弱电呀 这个芯片的这种设计呀 这个这个很细呃 那么呢有的领域呢 他就确实是在萎缩呃 而且呢他不如呢这个CS呢 他的应用的这么广 所以呢你如果是能学WE能学CS 除非你的兴趣就在WE那你就学WE就好了 如果你的兴趣两边都可以 那我建议呢还是学这个CS 如果你真学WE你可以说 我当然将来去一个比如芯片公司去搞CS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H&B从2021年4月开始 要按薪水高低排讯发放了 是吗不再抽圈 呃不完全是 这个这是一个移民局的规定 这不是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呢要在六天以后才开始实施 呃我的判断呃是这个呃不是这个法律 这个规定我的判断是这个规定 你现在的情况肯定实施不了 你放心 所以别听一些乱七八糟的公众号来吓唬你呃 等我给你解读 你在你在听我的解读 我没解读的 你就你就当他先不存在好了呃 你别听他互舍 因为按照薪水高低来这个呃 分放这种工作的这个职位 这就是一个很违背这种美国的这种呃 基本的价值观的一个一个做法 这就是川普胡闹的一个东西呃 如果要按这个来讲 那所有的搞NGO的 所有的大学里的呃 所有的搞教育的所有的这个这个挣钱 不如这个谷歌微软多的全都找不到工作 你你你一个毕业生 你怎么可能一下就找到一个比你的 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要高80%的这样的职位 这是这是完全是呃不可能的呃 所以呢这个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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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签的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H&B的分分发呢 呃肯定会受到阻碍 呃你就看着吧 等这个拜登上台了再看吧 啊然后能分下H&B的新规定吗 我说了这个你不要过度解读 不要听这些乱七八 有的有的这个微信号啊 有的什么的就专门就拿一些这个 怎么来刺激神经的东西来说 我看有一个有一个题目就直接就写啊 这个这个都不要留学了 然后呢这个毕业不要OPT了 你这不是恶人子弟吗 这个你在你在美国就这个这个 拿了学位以后就业能够让你的学能够致用 能够让你有美国的经验 你知道美国的就业的经验 是在世界上这些公司就业志愿经验里头 最能够transferable 最能够被认同的经验 你算是在美国你能能这个实习 你不干了 你就说哎我毕业就赶紧回国了 毕业赶紧回国 你的留学的价值就下降了 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 所以你别听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胡扯 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微信号 全程老师音乐技术就业方向前景怎么样 哎呦还学音乐教育的 呃这个专业我还真是了解一些 呃这个专业就业其实非常好 呃这个呃有现在很多的一些呃小的studio 有一些新的一些自媒体 他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些 你说叫音乐合成啊 你说语音啊什么视频处理啊 呃有很多的这样的就业机会 呃但这种机会呢不是所谓大厂 是这种小厂 所以呢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呢要比较强 呃这个领域据我所知呢 在中国在美国都是这个就业很好 因为他和完全是学音乐的不一样 原先学技术的不一样 所以呢这里边是非常好 你说你要光学音乐你就学唱歌 你学作曲那呃将来就业很难呃 呃这个专业是很好一个专业 我我有学生学这个专业呃很不错的呃 呃那这个专业呢你要尽量的多实习 尽量多有这个沟通能力 然后呢呃人呢比较这个灵活一些会比较好 城市规划就业前景和研究生怎么样 嗯这个你太具体了 这个呃整体这个这个专业是不错的 但是呢呃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增长 呃就是美国呢 现在整体的这种设计事务所的这个就业呢 不是很好 我听说呢中国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呃 你来看吧 如果你在本科呢 我建议你想想怎么转专业吧 呃营养学专业在美国哪些地方好找工作 营养学专业在哪都挺好找工作 营养学专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 这个这个如果是营养学咨询师 这个拿钱很多的 这个也很好 插画专专业就应该是什么样的 插画是呃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还是可以的哎呀你这个很多很具体我得要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这个我才能给你这个美术专业呃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是光是美术呢可能比较难呃你可能美术加一个什么比如说美术呢我们像很多学生我都建议他学这个交互设计呃就有点像你这个学音乐学音乐技术一样 因为交互设计呢就是讲这个人机界面啊人和这个机器怎么来这个更好的来这个界面设计这个是很好的 呃老师对HCI专业怎么看非常非常好特别好最好你如果能学HCI你一定要学但是你得要进得去 OK我刚才跟你说的我那个学生就是进了CMU的HCI你进到哪个学校的HCI你的就业前景都是呃前途无限 但是你得进去呃地理信息科学呢GISGIS这个也是技术技术一种我不建议学GIS因为呢你学GIS的话呢其实你的这个学的课程啊这个方向其实和你的数据分析是几乎一样的只不过GIS多了几个专业科但这个呢把你限制住了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地理信息呢他的这个就业呢是跟这个军事 跟政府是有关的所以有一半的这个职业呢就不要你了所以你这个你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你还不如呢学一个就是比较相对通用的一个就不要进入到我说的这个一级二级三级学科就是 GIS就是一个GIS是地理信息系统就是你就留在信息系统这个专业就行你别进入到地理信息系统因为留在信息系统呢你将来可以去做做这个IT啊做我说做健康啊做这些职业 你也可以去做地理信息系统所以呢这里边呢还是要注意一些 生物电子研究业啊你这个太专业了这个生物电子这个发展很好 那个就业呢那就是这些这些硅谷啊这些什么巴尔蒂摩啊什么尔湾呢就这些地区 音乐教育小提琴契乐本科毕业您觉得先就业还是直接读音乐技术的研究生 你能先就业你任何时候能就业你都赶紧就业但是我很怀疑你就业不了 你个学音乐教育又是学小提琴的呃这个非常非常难就业你如果能学我说的这个这个音乐技术 你赶紧去学呃这样的话呢不耽误因为呢你你就算你去实习对吧 我们也有也有这个这个实习了半天的最后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所以你还不如呢去呃有一个相对一个转行健康数据科学的研究生匹配什么方向 健康数据科学是非常好的这个专业匹配什么方向那健康健康健康方向呗那你这都定了 ACI读研好还是读硕好读博好 ACI这个专业呢和人工智能不一样 ACI专业它的最终学位就是硕士 它最终学位不是博士除非你要教书你就读博士你就读硕士好了 而且呢你如果真进了你这是没进去这个这个行当 你如果进去行当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行当出来的这个工资太高了太好找工作了 你读博你根本读不下来 一般的人读不下来博呃你就去找工作去了 拿到研究生offer还需要申请OPT吗 这个呃我建议你还申请一下 因为呢你可能研究生你你这个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呢你有OPT你才可以工作 没OPT你就等于放弃工作了 呃所以我建议你都申请一下 这个呃OPT是一个福利 HTS是什么呢 HTS是叫呃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叫人机交互呃就是它专门研究的是人机这个界面 比如说这个你手机的这个界面呀怎么来这个这个键放在哪啊 怎么来交互啊 这是一个很新的学科 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这个我这个CMU 坎基美容大学 他的还有几个比较好的学校呢 是像呃这个这个卓家理工 像这个博克利 像呃UW Seattle 像这个哦 还有一个挺邪乎的一个是那个就是萨尔纳 萨尔纳是他是从技术从从这个设计方面往技术来转的 其他都是从技术设计转的 这些校都不错 这个专业前途无量 呃一般的滥校开铺这样的专业 所以你只要进入专业你基本上去都是好校 商业分析说是好就业吗 你你水平高就好就业 非常相对来说很好就业 这个我孩子和您太太是同校同专业的校友 这是黑大的 夏天研究生毕业了 现在啊 你是哪个同校同专业啊 是美国的校还是中国的校 你说清楚点 呃 现在美国实习有时候建议 这个你如果是 Inferment Science 那你就实习就好了 这个很多的 他呢是先进到 他是很快的就进入到这个医疗的健康领域了 呃在保险公司 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这个专业 Lather Science of Computational Design 这个专业CMU毕业前景如何 毕业前景很好 你进到这个专业 你根本就不用筹毕业前景 你就放心你 你现在要筹的是怎么进去 呃这样的专业 这是CMU的王牌专业 那么呢 你进去的之前 你不仅要成绩好 你还要有你的领导力 还要有这个这个 你的实习经验 呃这个学校不会只招书呆子 呃基本上是需要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学生 呃这个这个 你先进去再说 再想着怎么毕业 土木工程专业就业如何 你既然学土木工程专业 他是很专的一个专业 就业挺好的 但是呃土木专业呢 这个在很多的 他这个专业很邪乎 就是说呢 你得要拿这个 每个州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认证 有的州呢 这个认证呢 必须得有绿卡 才能拿这个认证 所以呢 你如果没一个 你有认证呢 你就等于说你的 就业的这个这个工资啊 你就业的这个这个水平就高 但如果有时候不让你拿认证呢 那你就比较比较差 呃所以呢 这个专业呢 还可以吧 但是不这么不这么很好 但是学土木的 他很专 所以呢 基本上学土木的呢 叫Civil Engineering 就是比如学结构啊 所谓国内叫公民建呀 很难转行 除非你完全转计算机 完全转这个数据 呃这个材料工程 读到硕士可以吗 这个还是读到博士 这材料工程这个专业吧 也很邪乎 就他和生物差不多 就是这个专业 你读到本科是绝对没有工作的 呃 你读到硕士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可以工作 但读到博士呢 有点太高了 但是呢 你要去到一个公司吧 想让公司想鼓到你呢 学位越高还是越好 所以呢 呃 我建议你如果不是特别 这个这个这个 喜欢这个专业呢 这个 别读这个专业 呃 但是你要读了吗 那你就读硕士 能找工作 赶紧找工作吧 财量工专业 毕业毕业前景 毕业前景是这样 就是这个专业呢 如果是你是学霸 你这个这个 能力很强 那么呢 找工作是非常好的 而且前景发展很好 但是你如果是个学渣 不能是学渣吧 就是你如果成绩不是那么很好 你的这个 没学透 那么呢 基本上用处不大 这个有点像 像我原来学这个合工专业呀 和这个 比如说航天专业呀 和这种 这种这种石油专业呀 就他需要的这种技术非常广 所以呢 你确实学的多比较好 但是呢 就看你能不能学的透 你学的透呢 那你就这个就很好了 佐治亚理工就业情况很好 非常好 这个 CMU的 Master of Science in Computational 这么又问一遍 认知科学怎么样 这个认知科学很好 但是很多学生学不下来 这个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什么神经科学呀 涉及到一些心理学呀 它是一个综合的学科 是很好的 而且认知科学呢 像我那个学生 他本科就是学认知科学的 这个 你若能学下来 当然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是STEM 是那个 STEM专业 有很多学生 比如说有的学心理学的 我就说你赶紧学认知科学 你别学心理学 心理学没啥前途 匹大大学 SI研究生 什么叫SI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还选修了卡梅的机学习课程 SI是 是 是Commercial Science 我不知道 这个 但是匹大的整个的这个计算机和 Information Science 现在是在上升趋势是很好的 而且 匹大的就 你尽量往这个健康的领域来 来来转 比较健康领域很强 电子工程专专业 研究生 罗根斯大学 读国和 读国和就业 如何选择 你如果不是想教书 你尽量不要去读国 就业 你读硕士 你能就业 你先就业 这个读国呢 在很多时候呢 是限制你的这个就业的 迷你复杂双城学校 计算机专业怎么样 这个 这个学校呢 也很邪乎 它的这个 最近呢 它的这个排名上升的非常强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旁边有一个世界最好的医院 叫梅奥诊所 这个 所以呢 有这个梅奥诊所的支撑呢 它的这种 生命科学 健康科学 医疗管理 这些专业都非常非常强 包括这个生物统计啊 医疗统计啊 所以呢 你如果在迷你苏达双城呢 你尽量往这个 医疗 这个我说的这些专业来转 这个很不错 它本地就很 有很多 有很多很好的工作 因为这个 梅奥诊所呢 这个就业太好了 游戏策划 专业需要硕士吗 这个 你还是学一个技术专业吧 别上来就策划了 这个 这个 你这个专业太小众了 我不了解 会计学硕士和商业分析硕士 相对哪个在美国容易找工作 这两个专业呢 要看你的性格 他的这个 我 我就跟学生说呢 你比如你是左脑型的人呢 您就是学 就是比较 条理性高的 你就学会计 你要是比较 右脑型的人呢 创造性多的呢 你就学商业分析 就是商业分析 是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小型的 MBA相当于 而且他呢 也能往数据分析方面来转 其实呢 这个 就这两个是 两个不同的行当 学会计是 是就是你做账啊 做税啊 这些商业分析 就是基本做咨询啊 这两个不同的行当 商业分析更容易找到工作 环境专业就业前景怎么样 就业前景很不怎么样 这个川普给裁了很多的 搞环保的 现在可能拜登要再招一点 但是 这个就业不好 这就刚才这个李老师讲的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刚才那个叫 自然资源类 这就是这样 你如果 不是很感兴趣 你今天快转 芝加哥硕士生物医学信息 甭管哪个需要的 生物医学信息都非常好 芝加哥的这个 当然是也是很好了 化学工程就业怎么样 就业挺好的 可以去石油啊 化工啊 可以等着 这个讲了这么多了 那个 两位李老师 还有什么 这个 要补充的吗 还是 还有什么 我没讲到的 还是你们要补充的 今天很谢谢 大家的耐心 现在国内都已经 11点 12点了 然后还跟我们一起 还有家长也非常的积极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数据 从大到小 然后案例呢 也比较的细致哈 信息量比较的多 确实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 家长和同学们 不从一个形式化的角度 或者留于表面的角度 去考虑怎么找工作 而是真正去看一看那些 能找到工作的 像程老师讲的 这个就业力的培养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除了要有外力 内力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把这些细节传达给 同学和家长们 可能对你们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 好 那个李老师呢 有啥补充的还是 对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就是如果大家这边后续 我看有很多问题 我们也可以随时在群里来打一 然后我们同时 招巴巴也有自己的这个打一群 就是我们平时 把要跟大家都回来问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着急 一定要把问题都问完 对 这边呢 我想 我想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呢 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说 还是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呢 一定要把这个精力啊 放到另一期的孩子的身上 你别老看 哎呀 我们邻居孩子去了什么大摩了 去了什么微软了 去了Facebook 人家是人家 对吧 你的孩子的兴趣 他的这个读什么专业 进什么行当 他的沟通能力怎么样 他的优点弱点在哪 这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呢 其实我就想呢 两个建议 一个呢 就是说呢 你要真实要了解自己 对吧 你至于说了解这个行业 了解产业 像我们像说的这个 什么大礼包里面的那些报告啊 什么 那这些呢 是我们是可以能够能够帮助了的 但是孩子他自己的这种成长的一定要早点做规划 你别说我都我都这个这个四月份就毕业了 我二月份才想起来我要进哪个行当 那你这个就很晚了 就是你比这些人家早准备的人来讲 你就你就慢了好几拍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这个 我是跟家长讲 就你在这个 这个 这种就业力的这种提高啊 你什么时候来准备 都不早啊 你说你你初中呢 可能太早 但是你算大一开始准备 你都不早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可以来尝试 几种领域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去 医院去实习一下 我去这个这个 金融公司实习一下 我去IT公司实习一下 你别老看别人在华尔街挣钱多 你可能去华尔街 你就不高兴 对吧 那么呢 这个这里面 他这种这种各个行业 都有各个行业的 发展一些规律 他的这个文化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是跟这个每个孩子有关的 你像这个家长说 哎 让我把什么数学 应用数学 统计学 按一二三排名 这个我没法给你排名 对吧 你就算你是学这个 这个这个 古埃及的这个 这个这个 纺织 他都有人 有这个专业 都有人愿意学 对吧 那也有也学得好的 也有工作 所以呢 我怎么能说 哎 应用数学 就不如统计学好 这个你 这个话不能这样说 只能说呢 哎 根据你的孩子的情况 比如你的这个 你的学校的情况 你的 你的个人情况 来做具体的分析 才能知道 哎 这个哪个东西 更适合你 或者说呢 哎 我不知道的话呢 那我来 这些呢 我来 来 有所尝试 那你这些呢 可能包括一些选课呀 包括一些校内实习呀 包括校外实习呀 包括这些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它是一个过程 可能呢 我们 可能过两个礼拜吧 可能会 请一位同学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藤校里面 他怎么从校内的实习开始 然后到校外实习 然后呢 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真是来 一直是刚才有的家长说 哎呀 这个例子有点太繁琐 但是呢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 你是从这种 他成长的这种过程中 你来 你来学到东西 而不是说呢 哎 我现在就要一个 你就给我一个灵带妙药 你就给我一个这个这个药片 你就给我一个结果 你这个东西是要不来的 这个 这个 你不像国内是 为什么国内的这个 这个这个人不好就业 因为他的 他的这种知识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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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 他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太差了 这个 这个本科的 进本科的考试 也是全国同考 进硕士的考试 也是全国同考 所以这个学生 他就他就没有兴趣去干别的 你在美国呢 他的这种 你说海归的学生 他确实就是比中国的学生 他的见识要广 他的就业的经验要多 他的这种 能力要强 那你这就是一个 这种 这种教育的这种 这种 他的这种理念 他的环境 他的这种设置来决定的 所以呢 这个 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你就是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是你要早准备这些东西 你要早来做 那你就真的要早来做 而不要老说呢 我要去选哪个 你就告诉我一个 哪个专业好 我就让我们家孩子选这个专业 除非你家孩子还在 还在幼儿园呢 你来培养他这专业 但是你的孩子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 对吧 他已经上了 这个本科了 或者上硕士了 他的一些兴趣啊 都已经形成 你只能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来慢慢的发掘 让他变得更好 行吧 嗯 行 那个 呃 我就说这么多 今天呢 说的也够多的嘛 这是两个半小时了 这个国内也很晚了 呃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然后呢 呃 这个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群里再来问 然后呢 那个 呃 这边呢 这个李建言老师呢 他是在国内 然后我和李欢老师呢 都是在皮子堡 所以呢 我们呢 也尽量希望能帮到学生吧 就是你甭管是学霸呀 还是学渣呀 不能说学渣了 就是 现在没开窍啊 呃 其实呢 你都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比如刚才李老师也讲文科的 而且GPA是 三点人的学生呢 其实他也是能有很好的前途的 关键呢 是要把他 找到自己 然后呢 把自己给发挥出来 然后呢 具体呢 这个行业的发展 这种 这种 就业的发展 那么呢 有这些外部的 就这些东西 我们是能帮到你的 呃 所以这样的话呢 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 这个发展 好的 那就这样 二位老师 还有什么要说的 但是没了 行 对 现在 说